來,所以呢 以後真的請各位回去之後 有空多打一些資料 或者是多去收集 你看到的電子報 你覺得不錯的資料 你把它多打,多收集進來 而且到時候希望看 像這樣子 中間怎麼有一個格的 就代表這上面 是一頁 這下面是第二頁 其實各位看到左下角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郵標停在這 這是兩頁當中第一頁 有看到嗎? 兩頁當中的第一頁 但是呢,如果你移到第二頁來 你去點一下 你現在所謂的郵標 所謂的位置是兩頁當中的第二頁 所以希望各位 有空多去打一個文件 然後打多一點 打多一點以後你要測試很多功能 才測試得出來 OK 那但是呢 這個地方我又有縮小 各位的畫面應該在最右邊 你可以看到這幾個字樣 尋找取代選取 都在最右邊 OK 好,那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處呢? 你看當你的字好幾頁了之後 你想要找你要找個特定的幾個字 你恐怕很難找到 那怎麼辦呢? 比如說 陳偉英 我就要從頭剛才找到陳偉英字在哪裡 你這樣找很麻煩 所以你要靠他的尋找的功能 這個 如果像我這樣縮小 他就會縮在編輯裡頭 那各位沒有縮小就在最右邊 有一個就是剛才這個地方 尋找取代跟選取 有沒有 來,尋找 我們就點一下尋找 他左邊就會開出一個框框出來 你就可以把陳偉英打上去 比如說剛才因為我有摳到 我的裡面有陳偉英的字樣 好 我打個陳偉就好了 打完了之後 你看 我只要打完Enter之後 他自然就幫我把陳偉英相關的字 都會用這種 你看這邊有兩個 寫到陳偉英三個字的字樣 好 所以很快就可以找得到 OK 然後呢 那你也有一種可能喔 來 我在這邊關掉喔 另外呢 啊 剛才我寫的新聞寫錯了 應該是王劍名 不是陳偉英 所以我剛才我應該上面寫的陳偉英 我都要換成王劍名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用這個所謂的取代 所以呢 取代的好處呢 你看第一個 我要找到的叫做陳偉英 然後全部把陳偉英三個字 全部換成王劍名 OK 然後如果你覺得 保險起見 會不會有哪個地方 應該還是要維持陳偉英的 你就用這個取代慢慢去找 或者是找尋找下一筆 你看喔 尋找下一筆 然後其實你已經確定你期待 裡面文章所有的陳偉英 全部要換成王劍名 你就按全部取代 所以你看喔 陳偉英現在在這兩個地方有嗎 我按全部取代 啪 有沒有 然後他這邊就會出現 Word已經完成搜尋文件 比如說你的整個文件裡面 只有兩項有陳偉英的字 他都幫你取代掉 所以你按確定 有沒有 大家看到 這邊一個 本來是陳偉英 這邊本來叫陳偉英 現在都被我改成王劍名 所以當你以後的文 你的這個Word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要找個字 就很困難 你就要進入它的搜尋 尋找的功能 然後呢 有時候你覺得這些 甚至喔 有很多人喔 比如說那個句點 以前很多人的句點都不會打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啊 來我現在喔 以前比如說很多人的句點 以前都是用一個點代表 那我現在把它 我先把句點都換成點 好不好 怎麼做呢 我先把這個句點 先Copy下來 Ctrl C 先Copy下來 然後到這裡 尋 取代 在這個地方 尋找目標 你可以把它貼上 這就是句點 然後假設都要換成點 點 以前大家常常寫的這個點 然後你看喔 全部取代 啪 然後完成六項作業 可是它是從油標開始往下找 完成六項作業 它為什麼要不要再從頭再繼續找 是 好 所以總共有12項 句點都被換成一個這樣的小小的點 有沒有 以前常犯的這個錯誤就是 你都沒有拿正確的標點符號 就像這樣子 打成這種小小的點 好 那現在如果我想把這個小小的點 全部換成句點 也是一樣 你只要 把這個小小的點 好 先Ctrl C 然後到取代這裡 這個地方 先貼上小小的點 然後這裡是要 大大的點 大大的點 你就先切到 上次跟各位講 切到中文模式 你看現在中文模式 Ctrl L T 逗點 然後再按 M這個按鍵 是不是就句點了 有沒有 是不是就句點了 Enter 然後你看 全部取代 好 從剛剛的油標開始往下 取代了三個 那要不要再從頭再去找起 要 是 所以總共取代了17個 把所有17個的點 你看 這個點 是不是都換成句點了 連自責分率5.90 都換成5句點90 所以有時候取代不好 有可能 它本來數字是5.90的 連那個點都被取代成句點 所以有時候在取代 有它的好處 但是你有時候要特別注意 哪些部分取代要特別注意 OK 這樣可以嗎 所以回去 盡可能先讓你的 裡面的文字能夠多一點點 能夠多一點點 然後存檔 然後 以後我們再操作東西 才比較好可以去操作 像剛才尋找 取代 都很好用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先上完這個第一章 好